大家好,我是超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好吃的蒸卤面 做法简单,筋道入味,也是河南的特色面食之一 首先准备两元钱的湿面条放到壁子上面 这种面条一般市场上都有卖 锅中做水水开以后放入面条,上锅蒸15分钟,焖5分钟 蒸面条时不用放油,也不会粘连 放油拌的话吃着油腻,而且不容易入味 准备5块钱的猪肉切成薄片 最好用五花肉吃起来比较香 少许包菜切成细丝 也可以放豆芽或者其他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再来少许长豆角洗净切成小段 大蒜趁它不注意的时候拍晕切成蒜蓉 少许姜米葱段 另起锅放入少许油 油了以后放入一颗八角少许花椒爆出香味 炒香以后放入切好的肉片 将肉炒至变色,放入葱姜蒜 继续将小料炒出香味 少许料酒盐锅边淋入去腥 放入半勺甜面酱 炒出酱香味 少许老抽增加底色 生抽呛锅增加味道 放入切好的豆角 快速翻炒均匀 豆角不容易熟所以先放 30秒后放入准备好的包菜 继续大火快速翻炒 将菜炒至断生塌陷以后加入清水 水没过菜即可 大火烧开锅放入适量的盐调味 味精、鸡精根据个人口味方 在锅中煮两分钟以后关火 放入少许胡椒粉 这个时候面已经蒸的差不多了 将蒸好的面放入锅中 用筷子将其搅拌均匀 搅好以后在锅中焖一分钟 使其彻底吸收汤汁 这一步非常重要 然后二次上锅蒸8分钟左右 蒸的时候底下最好垫一块干净的纱布 这个就是蒸好的面条 非常的筋道入味 吃的时候可以放入少许辣椒油或者香油 就有了大蒜吃那真是嗷嗷香 喜欢吃面条的一定要尝试一下 简单好吃入味筋道不油腻 喜欢抄子的点赞转发收藏感谢您的支持